这两天,贤贤母子的情况深深牵动了大家的心弦。 在7月24日,神树坪基地突遇暴雨引发的泥石流,导致断水断电,不得不连续闭缘两天。 对于刚刚被野放的小贤贤来说,这种恶劣天气无疑带来了巨大的考验,相较于那些由奶爸奶妈吸星照料的圈养大熊猫,它所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 牟奶爸,一个在基地默默奉献了九年从清洁工做到如今野培专家的牟世杰。 虽然他没有正规的学习背景,也没有经过系统的科班训练,但他对深山老龄,对熊猫的家园了如指掌。 在汶川大地震中,他凭借自己的丰富经验,成功找回了61只走失的大熊猫。 现在,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踏入湍急的河流,只为寻找闲闲母子。 他背包里装着为闲闲母子准备的竹笋,这一幕触动了所有人的心弦,让人不禁泪流满面。 大家永远不会忘记翔翔被放归山林时的情景,头也不回地走进了森林,那决绝的背影成为了所有人心中的永恒。 翔翔是大熊猫种群扩大的先驱者,他的牺牲让人痛心,但也让人们铭记了他的贡献。 流奶爸因为大熊猫想想的离世而深感悔恨和自责,一夜白头。 但为了大熊猫种族的延续,他们的牺牲或许悲惨,但无疑也是壮烈的。 我们希望,在有妈妈陪伴的这段时间里,闲闲能够经历所有的天灾,这样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当他独自面对野外生活,在遇到类似的情况时就能知道如何应对。 因为闲闲的妈妈在带出宰宰后,还是会回到圈养基地,而闲闲却需要永远留在森林中。 我们希望,他现在能从母亲那里学到足够的智慧,来应对未来不确定的挑战。 目前,闲闲母子处于二期圈养范围内,环境尚算安全。 在紧急搜寻中,宝奶爸已经成功找到了他们,并及时将竹笋投喂给了他们。 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让这些可爱的大熊猫能够在更广阔的自然环境中继续繁衍生息。